我现在是在广东惠州火车站 今天去其他城市已经买好票了 给大家看一看站内 这个站比较小 一共四个后车室 两层 我是在二层 前面是显示大屏 下面是安检 里面是后车室 待会就发这趟车 这是一个慢车 这边是两个后车室 这是二后 后面是一个三后车室 好久没坐火车了 竟然会有这个牌子提示 KTZ开头的 这边是按摩椅 这个站比较小 现在基本上都去南站坐高铁了 这边走的基本上都是出来打工的人 比较多 都是大包小包的 惠州这边工厂比较多 好久没有见到这么空的火车站了 上面还是露天的 第一次见这种设计 从这里看一下惠州大道 惠州今天还在下雨呢 天气不是很好 那一块是公交站 外面都没啥人 今天天气雾茫茫的 待会儿等上车了 马上开始检票 这趟车啊 始发站是深圳东 中年站天津 K字开头 估计到天津也得二十多个小时吧 惠州站欢迎你 二楼都是要走天桥 这趟车人好多啊 哇 看一看这个车里面拉的啥 货运 货车 我们的车还没到呢 这个站也是非常小 就这几条铁路 都是一个车姐 拉一个集装箱啊 这条铁路也叫京广线啊 这是可以直开往北京的 它这边地下没有提示 有多少号车厢啊 可以看对面啊 对面那上面写12 13 14 15 还得往前 火车来了 现在加了这个护栏了 以前这边好像有事故 所以这个加了护栏了 其他火车站应该都是没有的 惠州白白了 中间有几点是红色车厢丸 上车了 哇 我们这一截车厢没多少人啊 基本上都是空的 打扫特别干净啊 好久没做过这个硬座货车了 感受一下 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车发车了 对面一列是到达四川达州的 到达河原火车站 这是孟贯车厢啊 先出站 前面是进阵口 左边那里是出阵口 今天在河原待一天啊 这边还在下雨呢 跟惠州差不多 这个站也是非常小啊 看一下周围环境 待会在这边订一个住宿啊 巴蜀国际 站前广场 跟我们市里火车站差不多 前面还有一匹马 有一个将军 拿了一把剑 非常的威武霸气啊 河原市 一屋小商品城 刚下完雨啊 现在还是毛毛细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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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